家人们这几天其实我发现养虎子也挺简单的 无非就是吃喝拉萨睡 其他根本无所谓 除了吃东西的时候有点埋胎 其他都挺乖的 先擦鼻涕后提裤 从此走向要饭路 就这一路上敲那个碗 敲得叮叮当 饭来饭来 饭从四面八方来 我就知道他吃饱下一秒迎接我的是什么 和狗事一样都喜欢在这个凳子底下 给我玩懂猫猫 被发现了台炸毛 你很好发现好吗 从医院检查回来 就可以放心的把他的笼子给拿走的 然后我就打扫除收拾了一下 给他换了一下格局 他真的一点也不挑 把他放哪儿 他都在哪儿睡觉 打个哈线伸个懒腰 跟我做平板撑似的 撑不了三秒 太牛了太牛了 放养他的第一天 就知道在猫砂盆里拉了 我总是拉石很大坨 拉石很大坨 因为我干饭吃得多 所以我拉石很大坨 咋这么猥琐呢 你闻啥呢 不是你看我干啥 等着我给你埋呢 看好了 我只教一次 典型的觉得好玩 想玩 但是不会玩 呆呆的 但是虎子这样也好可爱呀 他的脸是那种方方的圆圆的 看看这伸出又抽回的手 好了 再让我们 又是美好的一天 拜拜